有太多人打扰吧 其次霍建华林心如的结婚就一直得不到祝福 毕竟两人自从共谈立行语来 外界都不相信 因为林心如和所有朋友各40岁的约定 如果再闹许女未娶五位嫁就在一起 只是事实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的 林心如和霍建华在一起了 两人公布后没有多久就在巴厘岛取行了婚礼 但是因为霍建华在婚礼上全程黑点 很多人以为林心如以孩子要求霍建华逼婚 随后更是被狗仔抱出点理想结婚 这可是过去一年的热搜 如今老干部霍建华终于要出来澄清事实了 将而言致止 老公霍建华都要出来声明了 我们的紫围哥哥怎么会不懂事呢 随后也出来发声明了 其实这也不看外界会重要以为 一家两人认识十年了 为什么就在16年才来变 而且婚礼又那么的匆忙 关键是两人结婚以后 同框秀恩爱的机会简直是没有 被人称作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而林心如怀孕期间 霍建华因为在拍摄如意状 很多时候看到林心如都是倒着肚子一个人 看着有点凄惨 网友纷纷说霍建华不爱林心如 作为审者还有人说 在他们结婚当天晒出了离婚帖 只想说不管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才知道咱们不必要那么说人家 其实对于在婚礼上成长三年的事情 霍建华在精心秀有说出了理由 因为自己不会拍照 所以黑脸完全没有不爱林心如 而且在精心的体温下 还回答了自己是如何追到林心如的 看他们笑人就知道完全没有存在逼婚这理由 一般老干部都是不否有笑的 或者是慢用的 霍建华就是如此 但是霍建华只要和李心如在一起 也会笑得到霍建华 网上不是有一个传言说 吴七龙聚好了刘诗诗的面摊 小兵觉得这也适合用到李心如和霍建华 时上我们都知道两人的女儿叫小海豚 知道他们女儿真名叫做霍小如 而华跟在家时也是这么称呼李心如的 看着就够命人 虽然说小海豚的真名比较普通 但是